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泰通尼频道 德哥, 你又到访 刚刚吃饱 刚刚吃饱, 吃饱又露过 又上来聊聊天 阿明, 泰国回来, 这几个月接触回来 发觉这个人的东西变了些 变了些?变了什么? 变坏还是变好? 我小时候,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发觉你, 做事一晚半拍 看一剧一动 若亲你, 多数是一次的 没有组的 是 不过现在若亲你, 你准时过我 在等我 是吗? 做事, 拍一些片 哇, 你很快就做得很好摆上去 以前可能要整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都不摆上去 踢都不动 是的, 什么因素令你有这么大改变呢? 什么因素? 以前小时候都 几闹闹, 几百艳 以前小时候贪玩, 又百艳 没有做马会之后, 走了出来 觉得, 找食很艰难 很艰难 辛苦, 然后你没有办法不改变 那些首时, 或者上班一定要的 最基本的, 以前小时候不懂 所以现在大过了, 有很大改变 要改变 迎合回社会, 不可以这样 整天都想想, 拿人好处啊, 吞托 以前是错的, 要改, 所以要改 改不怕迟的, 不改就麻烦了 你的脑子都是这样的, 我想都很陪 所以以前做事, 我都真的要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以前做错很多东西 是的 是的, 德哥 那时候你骑马, 人家有些马一眼撞到你 神操的时候, 你都跌了下来 你都骑骑笑的 我还亲眼看到有些马撞到你 一起琴, 你还没有骑骑笑的对着他 为什么这样呢? 哦, 就是早上很多人很逼杰的 那些位置, 几乎意外当然有 其实有一个人在我年轻的时候做建策剧师 会影响到我 阿明, 你信不信, 知不知道 有没有认清楚有一件事叫做 以生命影响生命 都会的 即是有一个人, 他做一些东西出来 是很正面的, 他不是教你的 他做了出来, 你看到, 觉得, 哇, 原来挺好的 即是整体的行动 他的行为令你觉得, 嗯, 这个人值得学习的 这个就是以生命去影响生命 很久之前, 有一个骑马人来的 拆骑员 他就是做了一件事影响到我日后 即是这样, 别人撞我啊 吓到我啊, 吓到我 都少少口气, 笑地对着他 那么大影响? 那个人呢, 那时候就是拆骑员来的 现在呢, 就是练马斯来的 还赢这一级赛的练马斯 谁啊? 先买个关子 我都想知道啊, 哈哈 要买个关子 那个人呢, 在我很久之前呢 刚刚在学堂出来 17岁, 那就不聪明了 出去骑马的时候, 施曼库马房做建策骑师 那么骑完一只马在大圈那里呢 不聪明了, 没有龙的, 真是 那么控制不了啊, 骑完走回来的了 那么当时那只马就失控, 没有龙的 就走了到大圈的路中心那里 哈哈哈哈 那么前面呢, 有一个大摩马房的拆拳 其实那只马呢, 就跳着快功夫 嗯 差不多28这样的步速呢 是 就火星撞地球, 啊撞 他那只马失前提, 整个趴在那里 插水式 插水式那样插的 哇, 我的黑刀啊 这次真是很麻烦啊 就是, 你想想想, 完全是你的错来的啊 全部 嗯 你影响到别人这么严重的, 这样 马又跌下来 跌下来 人又趴在那里, 不能动 不知道跌下来 那是清醒的, 我看到他举高约手的 哈哈 我是, 下了马呢, 站在他前面呢 帮他挡住其他的马过来 是 我怕踩到他 嗯 就等到那些救伤车来到 将他送去医院 这样我才走 那我们回到马房, 当然要回报 因为我一马都撞伤了一些 是 那是皇上威 那都记得 当然记得了, 这些这么严重的事 那回到马房呢 那时候赴年呢, 颜本辉 阿辉哥 那个hat, 那个马房领班呢 就是马爷 马仔 哦 那个拉杂很厉害的那个人 很厉害的 那时候很厉害的 那时候他什么马, 疑难习症 他都可以拉到入闸 嗯 那原来那个马爷呢 就跟这一位 当时做财医员的人呢 是老友来的 那他就说, 阿德仔呀 你这样撞到人 一会收光的时候 去医院探个人 哦, 那当然去啦 那我心很害怕 很不开心 整个人这样 有点内疚感 只是 心薄薄跳 你这样 和谋杀都好像没什么 身上无神 一马就冲了出去 跑到中间 他撞了人家 人家一点错都没有 全部都是你错 那去到医院 那位 当时是财医员的那位人士 就已经去了病房了 是 给他查到他去哪里 去到病房 又看到他躺在床上 那马爷呢 他和他很友善的 嗯 那去到呢 马爷用 说笑的形式 就是这个年轻 撞你了 哇 我突然吓到我 心毛毛跳 都不知道怎么办 这一套 大鲁大鲁 被人骂了 一分钟 谁知道你知不知道 各位人士怎么说呢 怎么说 他对着马爷说 喂 你不要吓你小孩 我很近他的床 他的手拍我 拍我的脚 他说 小孩不用害怕 你比我更害怕 他说 这些事情常常有发生的 你不用那么害怕 他说 我看到你说话 口都震了 我没事的 你骑马 你不用听马仔说 他会吓你而已 然后我说 这样弄到别人还不麻烦? 你不要吓小孩 吓死他吗? 然后 哇 我整个心 真的放松了 你弄到别人 别人不生气 你还回来 我说 我觉得这个人 哇 真的很正面 很正面 如果日后有人弄到我 我也第一时间跟他说 没事 这些是很小事 早上 晚上 晚上 如果你带着 一个不好的心态 你一弄到 你和别人火拼 你这样上班 哪里可以的 我也好像 神操好像 差不多撞到你那时候 明天都撞到我那里 你撞到我那里 有什么问题 就是那个人 他不是故意的 就是用我的角度 哇 我不是故意弄到他 原来他这样跟我说些东西 那个心态会变成 哇 整个人会松一点 即是开心了 哇 结解开了 就立即 放松了 如果日后有人 也是这样 都是跟你一模一样而已 他碰到你 他的心都很不安乐 很不舒服 你可以跟他说 没事的 那他心里又不安乐 大家上班 可以开心心 很重要 很重要 你不是要和人家火拼 这些事经常发生的 嗯 那那个人你知不知道是谁 谁 赢一级赛的 有 一只鹰之团 赢一千万一级赛 不记得不紧 金钻贵人记得了吧 文家梁 文家梁先生 我想他不记得了 他觉得这些事很普通 有什么事 但对我这些年轻人来说 哇 心里又刻住了 你这样做 原来是我可以这样的 第一 人家这样对你 你就这样对人 这些就是以生命去影响生命 文家梁 我也跟他做过事 他经常都是危机感 一定有危机感 那个胸襟有多广阔啊 这些人 成就有多高 个人都可以的 胸襟有多广阔 这些人的成就有多高了 这些人 我会有很多故事分享的 其实马圈不是那么冷漠的 是很温情的 文家梁也很好 是啊 不是说 那里钱那么大 那些人 见到两只眼 只见到那些钱而已 很冷酷无情 其实就不是的 嗯 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好 没有那么冷漠的 其实见到很多东西都是很温情的 直到现在都很多有联络 都很好 有联络 大家都有关心 很好 有什么事都有关心的 不会说什么 有很多故事 慢慢分享 德哥 这次有没有好东西 这次有一只 有一只 是 叫马上旺 马上旺 是 好旺啊 马转到马房之后 他跑了四次 1650 跑一次第一 一次第二 一次第三 嗯 那有一次跑第六呢 就是我觉得他呢 就是跑法都挺随忌的 就是这个状态呢 就不差很远的 嗯 但是这一马转到这个马房之后呢 他几乎 跑一次1400之后 全部跑1650呢 嗯 跑四次呢 跑一次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 75%入围 还有他比较留得厚一点 我觉得 因为他那四次的档位 都排得比较外 嗯 这次排六档好一点 可能就不用留得那么厚 是 这个路程都属于死路程 如果转了这个马房之后 他专攻这个 他又没有升班 嗯 还有这一场呢 你发现他的磅位 虽然他是134磅重磅 嗯 但是那一至七号呢 都是重磅的 嗯 头那三只135磅 他有对手 有一只也是很准的 有一只呢 就是那只 赢尽天下 赢尽天下 在五班里跑了650呢 就跑了六次 嗯 跑第四那次呢 状态普通 还要被人阻 就跑第四 是 跟着其实五次呢 都是跑二二三三 嗯 但是他又没有跑错的 真的跑二二三三 赢尽那些真的赢尽他 是 我估他呢 他可能是大热门来的 嗯 阿布文跑 四档 因为他上一场的PACE 竟然只有11元 我看他这次 就算他不是大热门 那PACE 都可能只有12-13元 嗯 那这次很乏味 马上旺呢 又不同 他每次都烂 我看他可能是8倍 23-14元PACE 是 这些 他跑四次三次 跑头三名 就是他转了个马房之后 就是他其实在阿威哥那里 又不是摆那么厚的 嗯 有理由相信是因为他 当不漂亮呢 他想摄得好一点 宿后一点 都跑 四场跑到三场位置 我觉得入围率有75% 嗯 跑第六那次 我觉得他有点球棋的跑道 嗯 应该可以跑前一点 又是这些榜又没有升班 这个赔率应该是很分的 那配脚方面呢 我拖两只 嗯 降班的下来 哪两只呢 一只呢就极速满贯 极速满贯 一只呢就坚有利 坚有利 我觉得他呢 减磅这么快那头 因为马呢 以前就入直路呢 经常都耐闪的 嗯 原来他右前脚呢 有些问题的 可能是影响到他 所以右脚不是很有力 就耐闪的 嗯 但他上一场跑呢 他是没有的 嗯 他虽然十二档 他放了出来 进直路 他又不停了 但那场的状态是很差的 他这场是好一些 我觉得他可能未必是五班不停 因为他有些伤患 所以跌了下去 跌得太快了 有些影响 是 就拖这两个Q 就拖那一只 赢尽天下 另外呢 就买一圈三匹 再买多一条位置Q 就搭一只赢尽天下 嗯 为什么呢 因为马经常跑二三 如果我的马又百分比较高 那两只马就跑一二三 他就算不是跑一二 跑二三 或者跑一三 就中多一条位置Q 是啊 如果我预计没错 可能是一只赢尽天下 是大热门 嗯 他这只马六倍以上 他不会热 可能是二十几元 那就一赢三匹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又赢一些钱 好像上次那样 请三百元 对 请人喝咖啡 那些高手 有些什么 说漏了脱脱漏漏的 提点 说哪一只 马上王 是的 马上王 留言 看看谁说得好 或者我们有些脱漏 提点一下我们 连赢位就拖 两只降班 一只赢尽天下 就加一只赢尽天下的位置Q 嗯 看看谁又可以有咖啡喝了 是的 又有什么提点一下 那些高手 让我们学一下 学一下也好 不是一定高手在民间 他知道些东西 提点一下 说声 又是 学益很多 好了 今集我们也差不多了 是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 记住留言 follow我们youtube OK 拜拜 拜拜